各位同學,也許可以先看一下證照考驗的題 然後,這個目錄裡面它就是大概跟各位介紹 總共就是第一類到第九類我剛剛講的 那基本上,它這個程式入門的等級就是考驗到五類 那其實我們目前大概進度已經到哪裡?第二類的,有沒有?選擇敘述了 所以你們也可以看到那個第二類題目,裡面就會有類似的題目 你如果你可以看到它題目,你也可以把它做出來,表示你慢慢OK了 那考試的時候,基本上它就給你一個題目,題本,它有一個紙本 然後給你題目,然後給你一台電腦 你就照著它要的,把它程式寫出來,存檔就通過了 OK,類似是這樣子 那再來下一階段就回圈 我之前講的4回圈跟5回圈 然後第四類就是把123綜合變第四類 那第五類就是說怎麼樣建立所謂的函式 或者翻譯有些叫函數 那名稱就Function嘛,反正就是類似的東西 那其他的話呢,在第六類以後的話 就是更進階 不知道是什麼,串列 OK,那這個串列基本上就是一個變數 裡面只能放一個資料 但如果將來有點像資料庫嘛 資料庫來的時候,一堆東西怎麼辦 很抱歉 你不能放在變數裡面 那你能放哪裡呢? 你只能放在串列裡面 串列其實就有點像什麼啦 一串,有點像一個清單 有點像Excel裡面的單一欄這樣子 你建一個串列就可以放一欄資料 那如果你有兩欄,也許你就建第二個串列 可以類似像這樣 那其他還有這些啦 那如果各位有時間有興趣的話 進度比較快的東西也許可以先看過 那接下來的話呢,我們繼續來看 那個剛剛的這個BMI部分 那其實我主要是希望做出什麼樣的結果呢? 好,各位可以看到底下我這邊有第11頁這邊 其實大概就是三個問題 第一個 這個 渠道小順,第二位 第二個 這邊 就是前後我先用輸出的時候 有BMI這個帽 這個雙引號 然後再來就評語 不要一直出現 該如何做?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我想比較簡單 應該是這個雙引號的部分 雙引號的話呢,我前面講過有沒有 如果我今天希望輸出在這個BMI的前後 再加那個雙引號的話 第一個,特別是你要打雙引號之前 請你打一個反斜線 反斜線雙引號 這樣子的話呢 他才知道說原來你要輸出的是一個雙引號 那透過這個反斜線當成是 有點像是一個前導的一個資源吧 讓他知道說你後面那個雙引號 不是要用來做城市裡面的那個字串的符號 OK,有點像這樣 然後面的話 你再加了 加上 反斜線雙引號 這樣子做出來呢 就會是 雙引號 BMI雙引號 OK,我們來看一下執行一下 比如說執行之後的話 我一樣這個地方呢 輸入多少? 輸入65 隨便 輸入大概就可以了 有沒有看到這個第一個問題就解決了 BMI有沒有 OK,第二個問題呢 取到小數點的第二位 有沒有 就是要抓到這裡後面不要 那當然有一般如果在Excel裡面 你可以用什麼?用RUN的函數 那或者是說你可以用什麼?那個小數點取到第二位 有沒有 那個小數位那個設定 格式部分 那理論上我們常用的還是Format 所以接下來呢 如果我希望把這個地方改成Format的話 那該怎麼做? 首先第一個你就不要用String String的部分的話 特別注意喔 我們現在是把這兩個串 就是用加號串在一起 感谢观看